你對PolyU學生的印象是怎樣的? 其實你對PolyU學生的印象是怎樣的? 我發現原來他們真的很積極 大家有這個自主性 其實Poly就是有很多資源給我們 只要肯爭取就沒有機會 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內向害羞的人 但也是因為玩了Steel Investor 所以接觸到幾個大型的MC活動 例如可能一連一度的President's Welcome 以及跟政府相關的 香港青年發展藍圖的MC 我有試過去做開放日 一些大學畢業來的幫助 那時候Info Day看到穿紅衣服 就認得是我們的 這裡是我學習和生活的地方創新書院 我通過本科生研究計劃進入到這個書院 這裡匯集了在理大做研究的同學們 在組裡我們可以接觸到 同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 我們經常一起去參加 學術講座以及工作坊 我們德藝術院主要匯集了很多 有藝術才華的同學們 還有每個月舉辦的 Institational Talk 會邀請一些像我們的 跳水奧運冠軍 著名的歌唱家 來到我們宿舍做講座 我覺得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吧 是對於我們有非常大的幫助的我覺得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地去到香港 和地區域的環境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擔心 我認為邏輯是一個很好的 環境地的環境 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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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sode brought whom, which I joined us last year, and it was such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for me. t Home with Hong Kong are very inclusive, and they welcomed us into the university. We arranged a lot of pretty cool ev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which showcased our South Asian culture. One of such events was the South Asian cultural night, which was the biggest event of the year, and over 100 people attended it. It was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其實在我未入PolyU之前 我已經想做starts 其實PolyU提供了microphone scheme 給同學參加 同學可以在micro方面 拿到他們的啟動資金 再聯繫一些不同人際網絡 建立他們的人際關係 在他們日後的發展上 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搞一個叫 原語就模擬法庭的project 讓他們學習到一些法律的知識 可以提高他們的警覺性 我們之前也去過一些中小學 做了一些體驗的workshop 也有很多同學去參與這個項目 去體驗了我們原語就模擬法庭的project 他們說是非常有趣 而且回饋回來的意見 也是非常正面的 而我和PolyU阿軒 都很開心 可以將我們的東西 學以致用回饋的社會